Hello 各位大家好 今天呢很高興在這裡為各位介紹這一款呢 雖然有點晚但是也是我這幾天入手的新玩具 這款呢是由 這間 很厲害的非官方公司 所發行的 這個是有授權的喔 天威勇士Machine Robo裡面的 這款是李德王 李德王 那機型呢是 我考究了一下呢就是F-15戰機的 飛機型態 那轉變成 機器人型態 那包裝呢大概就是這麼大 然後 剛剛說的非官方呢 這間公司呢 據我所知啦就是 一間有授權的第三場 好 就是這樣 好 不理他 好 OK 直接介紹玩具吧 它原本裡面呢有附上一些 就是 配件包 像是飛機的腳架啦 跟 一些 像這樣子的東西 飛機 飛機的腳架跟說明書 好 那這個呢我就不另外做介紹 因為我介紹的東西呢 主要是以這款玩具的變形結構 跟造型還有可動度 那些附下的東西就不太多做說明了 那各位有空再去看吧 直接去別的地方看吧 我們先從飛機型態開始 這款玩具呢 就是 中規中矩的 把 F15戰機的造型呢 基本上就是 非常的還原了 除了這兩個地方以外 應該是啦 因為稍微有Google了一下資料 F15戰機就是長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款玩具呢很特別的地方 它機身的型態呢 基本上你看不到一些 機器人型態時候的破綻 然後非常的薄 好 非常的漂亮 飛機型態呢 做得非常的還原 等一下 鏡頭好像有點跳掉了 好 對像這樣子 好 那 這個地方呢 駕駛艙的地方是不可以打開的 不過在裡面呢 有做一些 就是 駕駛艙的一些細部啦 這樣子 稍微帶過 然後 飛彈 一樣在本體有掛載的飛彈 然後 噴氣孔 尾翼這樣子 然後 起降 起落架 起落架是可以做收納 可以做收納 那摳的部分呢 不會像 就是 MP11啦 MP03那樣子 很難取出 它就是稍微一個摳一下就出來 非常的舒服 然後 一些細節呢 也刻畫的非常的好 重點是 重點是 它有我最討厭的 合金成分 當然這東西見能見智 合金成分分佈在 腳掌 跟 胸板 這塊是胸口的地方 OK 稍微再看一下 好 我們直接進入變形結構吧 好 變形成機器人的形態呢 首先必須把飛彈 取下 這裡是之後變成它手拿武器的 一些零件 好 這兩塊部分 那這邊呢 這個部分非常的難取出 非常的結實 像這樣 就先拿走 然後變形呢 就是由這邊 直接完全變形 好 首先呢 把翅膀這邊的卡扣呢 先解開 好 解放出 兩條腿 好 腿就像這樣子 一個公字型的 卡扣 好 像這樣 折疊起來 好 這變成腿 然後這個翅膀肌翼的地方呢 向後翻折 就會形成一個前一個後 這是 應該是這款玩具故意為之的啦 不然其實這地方它可以做收納 可是它並沒有做額外的收納 應該是故意的 好 噴氣口的地方呢 左右打開就是腳板 非常的簡單 好 然後 翅膀 向後做收納 兩層 OK 像這樣子 那下半身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是身體的部分 好 首先呢 記憶的地方呢 我習慣是先把它解開 好 然後後面這邊 一共一二三四 四片是分開的 先解開上面兩片 好 然後再把這個地方 挑起來 好 總共四片零件 然後機頭呢 這時候就可以稍微順著一個角度把它翻折出來 頭就會跑出來啦 好 先放在旁邊等 然後呢 這兩塊 在胸板這塊地方的下面這兩塊零件呢 從裡面稍微把它做一點 鬆動 左右邊 像這樣 先卸開 有一邊感覺會比較緊 卸開 像這樣子 然後胸甲呢 這塊胸板 它有跟這個地方有一個卡扣做連結 稍微把它避開 好 像這樣 稍微壓一下把它避開 好 然後呢 這一邊有一整支 就是 類似上下都有一根軸的軸棒 把它向下 翻 變這樣 好 像這樣 向下翻 OK 到這裡 然後呢 這個地方 這個零件呢 向上翻摺 這裡會看到有一個卡扣 等一下喔 零件跑掉 然後這裡有一個卡扣 在這裡 這個卡扣 這個孔呢 就跟這邊有一個卡扣做連結 好 像這樣 會扣住 然後打開 好 左右邊我們再做一次 這邊 轉一下 扣上之後呢 拉開 好 使零件變得比較飽滿 然後呢 手 手掌 翻出來 好 蓋起來 這個地方呢 有細節的地方是做成前面喔 我之前以為是這個地方 要這個折起來的地方做前面 結果不是 好 因為 坐前面有一個 等一下會使用到的零件 當然 這樣子是不對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比較漂亮 因為它這個零件看起來有點醜 好 可是這樣是錯誤的 好 轉過來 好 這個有圖案的是要朝前 OK 像這樣 然後呢 頭部 做一個180度的旋轉 好 好 這一款呢 它滿還原 天文勇士李李龍王的造型 好 臉就一樣這麼的醜 好 呵呵 這以現在的變形玩具來說 它這個臉其實是不及格的醜死 好 可以繼續 這兩個 剛放上下各兩個零件 這個零件這邊各有一個凹槽 對應到這個部分 這個地方有兩個插孔 好 像這樣組合起來 左右各一邊 組合進去之後 好 組合進去之後 等一下喔 卡住了 好 組合進去 好 左右各組進去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卡扣 各位有看到嗎 這個卡扣 可以剛好組在這一個 剛一個上下兩個軸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凹槽 好 那組合起來之前呢 這個地方必須要 這個零件必須要完全扣在這個孔裡面 好 像這樣子 組合進去 好 手的這個關節就會很穩了 它主要是固定整個大關節的 好 等一下喔 嗯 像這樣 好 組合進去 好 然後 最後記憶的部分呢 向上 這樣子 擺著就好 然後 整個腰呢 向前推 推進去 好 天位勇士 百變熊獅的里頭王就完成啦 登登登登登 像這樣子 好 那 剛剛呢 我們多出來這些飛彈的零件呢 這時候 就要像這樣子 飛彈跟飛彈之間呢 這邊有一個卡扣 好 好 把兩個飛彈組合在一起 各位就會看到 飛彈嘛 轉過來這邊就是一個炮口了 好 非常的厲害 然後再把這兩個零件呢 左右互相交疊起來 好 這個零件是沒有卡扣的喔 好 交疊起來之後呢 然後把這一個卡扣組合在 槍上面 好 然後飛彈的那個 飛彈頭的部分是要朝裡面喔 我們要露出去的是那個 有槍口的那個部分 好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武器就完成了 然後為什麼 剛剛說這個地方要在前面呢 因為這邊有一個凹槽 它剛好會對應到 插孔跟插孔這邊有一個凸點 好 武器這樣固定住就會非常的完美了 不會掉 好 OK 然後這一款 李德王就完成了 然後可動度方面呢 基本上 嗯 除了 怎麼說呢 基本上變形金剛能夠達到的可動度 這一款 都非常的及格 甚至超越了變形金剛玩具基本的可動度 好 手臂大臂90度以上沒有問題 手肘可旋轉 手腕也可以旋轉 好 365度 另外它使用了大量的球關節 然後呢 頭呢 一樣是365度 這裡是一個球關節 多重向的球關節 好 然後腰呢 一樣可以做旋轉 沒有問題 腳呢 也是前後左右踢腿 然後側邊旋轉沒有問題 腳 比較有問題的是在這裡 膝蓋的部分呢 因為這一塊變形結構的關係呢 所以它沒辦法做到90度 頂多就是 65度左右吧 65到75度左右 然後腳腕呢 有做斜切關節 有做一個球關節 可以做貼地 不過可影響不大 這樣講 那可以搭配呢 玩具所附贈的腳架一起使用 跟把玩 基本上呢 這一款呢 以 這麼大的玩具 來說的話呢 它的價位其實我覺得 有點偏高啦 但是 喜歡的人呢 還是可以去入手一致來玩 畢竟天威勇士這個呢 是可能 在大家童年的時候啊 像我們這種80 780年代的人啊 童年的共同回憶吧 可能台灣當初並沒有 我印象中並沒有進這一款卡通啦 那可是它的玩具台灣呢 賣得真的非常的還 非常的不錯 那大家童年可能都會把它 跟變形金剛稍微搞混了一下下 畢竟真的也是把那時候拿出來 打對台的玩具嘛 大家可能會 爸爸媽媽到百貨公司買玩具啊 就會買 這個是變形金剛耶 結果不是 其實它是天威勇士 爸爸媽媽都會搞錯 那就會形成一個美麗的小意外 掉了你家的倉庫啊 哪天你撿到就發覺 哎呀我家園有這麼厲害的東西 哇靠 嚇死了 對 那這一款呢 就是後續在推出的新設計的 那變形結構呢 是以符合現在人的變形 口 變形胃口啦 非官方嘛 給官方授權嘛 那玩具呢 我比較可惜的地方在於呢 它這一款因為它胸口 整個零件都使用了金屬部件 所以呢 很有可能會有掉漆的危險 好 雖然整體的質感會向上提升 但是這一塊到這邊 全部都是金屬結構 真的把玩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腳板也是就是用金屬 金屬部件 所以呢真的 呃 除非你是 不把玩的人 不然像我這種把玩派呢 基本上玩過兩三次之後呢 掉漆是必然的 心裡不要痛不要躺血 OK 好 今天為各位介紹到這裡 希望各位喜歡 謝謝大家